HELLO 各位親愛的觀眾 大家好,我這裡是羊羊君 是的,使命召喚戰區彩蛋又又又又更新了 這次更新依然非常的良心 因為又有免費的傳奇武器圖子可以拿了 是一把金色品質的酷炫連鞠來的 跟隨羊羊君馬上來破解這個彩蛋吧 這次的活動叫做歷時疑雲 其實是做了一個使命召喚時期冷戰的宣傳活動 早到半個月前就已經埋下了伏筆 我們打著打著,屏幕會突然出現字幕和特效 嚇我們一跳 不過這次的整個彩蛋的解謎和破解還是蠻有意思的 當我們在特定的時間進入遊戲 你就會發現匹配菜單出現了新的選項 直接點選就可以開始我們的彩蛋破解之路 總體而言這個彩蛋並不算太難 感興趣的小夥伴們可以自己試一下 很快我們就匹配滿人 準備上飛機正式開始 在遊戲加載界面就有些不同 很多文字被抹去 突變內容開始閃爍和變化 營造了一種非常特別的氛圍 上了飛機往下一看 我去這什麼情況 這些地名直接被抹黑了 在地圖裡面也一樣 不過這些沒有什麼影響 左邊我們可以看到邁向自由的步驟 這就是我們今天要破解的彩蛋 過了一小會就可以看到步驟 為什麼說這個彩蛋是很良心的呢 就是因為它有步驟 有說明 甚至還有地圖的定位 大大降低了傳奇武器 圖子獲取的難度 我找了一個相對偏僻 沒什麼人的地方跳 第一個步驟是收集地圖碼 總共要收集5份 這些地圖碼可以開箱子開出來 也可以通過擊殺敵人來獲取 還像我這種槍法吸爛 熟成老狗的新兵 還仍然是跑得遠遠的 我們安靜的來開箱 掉率不算低 但是也不是100%掉這個地圖碼 對了在玩的時候 會不時收到信號的干擾 還是有一點點小鬼影 這個地圖碼泛著金色的光芒 不用剪走過去就會自動收集 很多時候你以為開箱沒開到地圖碼 其實是你把地圖碼瞬間給收掉了 很順利5個地圖碼很快收集完了 接下來我們來做第二步 取得鑰匙卡 在地圖上會出現一個標記 那個地點就是你鑰匙卡的位置 每一局都不一樣 每一局都會刷新 一般都會在幾個地堡 還有農場之間切換 這幾個地點 是之前使命召喚官網電視裡 出現謎題和密碼的地點 我們這裡暫且不表 像我這把鑰匙位置特別的遠 2點幾公里我暈 還好路上沒遇到什麼敵人 但遇到敵人的槍法也不怎麼好 最後終於來到了鑰匙卡的位置 是一個地堡 而且還是一個開過的地堡 還行運氣還是可以 沒什麼人埋伏 現在我們要去破解地圖碼 這個第三步還是比較好搞的 會在你附近生成一個特別的箱子 打開之後就能得到一本解碼高手 按F10群之後就可以破解地圖密碼了 接下來最後也是最難的一步 我們找到黑色行動系列的主角 弗蘭克·虎兹 而在地圖上已經沒有任何的標記 而左邊熱入那裡提示你的地圖坐標 是希爾 一開始鑰匙還沒反應過來 後來打開地圖才知道是地圖的區域劃分 然後當羊群開車來到希爾水壩附近時 已經只剩下不到兩分鐘了 在非常盲目和絕望的情況下 找了一分鐘 結果什麼都沒有 還好呢最後剩下一分鐘的時候 地圖竟然給了提示 不是特別遠 衝啊 我感覺應該就是在這個水壩大廠房裡面 欸我槽終於找到你了 看來之前已經有人來過了 還有15秒 剛剛好先解鎖這個藍圖 這個藍圖叫做侏羅灣 蠻有意思的 OK這個時候時間正好 畫面一黑 開始出現實名召喚時期的宣傳片 很快我們又會回到遊戲裡面 這時候我們要在90秒內跑回體育館 同時宣傳片還在繼續的播放 帶入感滿滿有名的 欸旁邊居然有個老哥 來來來來吃我一套少林羅漢拳 老哥不好意思啊 已經跑不到體育館了 欸你們看這個體育館在發光 哇操好多飛機 有點誇張吧 馬上就到了啊馬上就到了 這可以下個馬上就到了 啟發至真實歷史事件 文化術生年的驚天計畫 忘卻歷史者 不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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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面就是播放使命召喚時期冷戰 震撼的震撼的震撼 宣傳片了我們直接跳過 我們退回主菜單 就可以看到送了兩個小獎勵給我們 我們看一下那把傳奇的武器 侏羅灣 嗯還是可以的嘛 不過威力呢好像就差點意思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給大家帶來的 菜單內容 這個特別活動其實是使命召喚時期的 宣傳活動來的 不過說實話呢製作還是挺讚的 感覺很奇妙啊 有那種生靈其境的感覺 彩蛋的破解也不難 亞軍我打到第二把的時候 就已經成功了 第一把其實也快成功了 就是最後居然掉線了 要注意的是就是有這個時間限制 我們還在15分鐘內完成 死了之後呢會馬上復活 就像奪金模式一樣 最後找弗蘭克伍茲 就比較靠運氣了 最難的其實是這個活動 這個特別活動開放的時間 從26號開始每天都有 這是官方的時間表上面的時間呢 是太平洋的時間 亞軍我幫大家轉換成了北京時間 這樣看起來就很清晰了 今天下午還有明天呢都還有機會 大家加油 好啦這就是用心做彩蛋視頻的楊揚君 喜歡這期視頻可以三連交播關注和訂閱 我們下期視頻再見 拜拜 A few moments later 我看你了